哥哥被人陷害蒙冤入狱 弟弟纹身刻下监狱蓝图 抢银行不身便送自己信囚龙 穿墙打动心理操纵 哥俩能否越狱成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这也是美区越狱第一季 第十九到二十集的解说 上集说到 麦克费尽心机终于重回牢房 越狱行动继续 林孔外出探望小林 球车却在路上被赶翻 紧接上集 雷子走出禁闭 紧紧搂住麦克 兄弟二人终又重去 麦克向大家宣布 地图已经补好 线路重新规划 愿意计划的终点 在医务室 眼下最紧要的任务 是得到医务室的钥匙 可究竟怎么才能搞到钥匙呢 麦克首先来到了医务室 他盯着莎莎口袋中的钥匙 内心纠结紧张 难以下手 暧昧的两人终于渐渐靠近 积稳在了一起 磕CP的小伙伴们 今天终于磕到糖了 他总觉得麦克 是在着某种目的而接近 麦克深情地说 他不忍利用与莎莎的感情 放弃了偷钥匙计划 聪明的麦克又想到了小白 小白曾是小偷 上次的金表是他偷来的 那你也得为我做点什么 小白将狠立的目光 投向远处的毛哥 他饱受变态毛哥凌辱 生不如死 这是麦克无法做到的 求助小白计划失败 两次计划军落空的麦克 只好采用终极方案 寻求外援 他再次打电话 给自己的假老婆小妮 可小妮认为麦克 做的事太危险了 但最终还是决定帮她 监狱外 小妮揽住了莎莎 麦克陷入了困境 请你帮帮她 莎莎果断答应 待两人在咖啡馆坐定 小妮道出自己的身世 她本是被人贩子贩卖至此 是麦克给她钱 还给她自由 麦克是个好人 莎莎问要如何帮助麦克时 小妮却突然改变 逐意想要离开 莎莎的手提包 被小妮不小心打翻 小妮忙蹲下替她收拾 然后仓皇而逃 探监事里 小妮将趁乱 从包中偷出的钥匙 交给麦克 现在我们扯平了 莎莎很快发现钥匙没了 找遍了各处也没有找到 她灵光一现 突然想起行为诡异的小妮 她马上去查阅探访记录 果然 小妮午饭后便赶来见了麦克 一定是麦克 指示小妮偷了钥匙 麦克再次将钥匙踏模复制 又神不知鬼不觉地 归还了钥匙 无懈可击的计划再度破灭 麦克一时陷入迷惘 而此时莎莎对她的失望和怀疑 也同样使她紧张 林肯的球车被撞 从远处靠近林肯而来的 竟是大妞 大妞死死捂住林肯的口鼻 想害死她 却被赶来的白发男一击干倒 这白发男正是林肯和麦克的父亲 白发将林肯拖至小屋 林肯醒来 他如实向林肯交代了一切 原来公司是一个跨国的邪恶组织 它全是盛大党与众多 甚至控制着国家的决策 战争的发动 为了保护家人 白发只能失踪 隐姓埋名的生活 如今自己带着公司资料逃走 公司便设套陷害了林肯 目的正是为了引白发上钩 林肯大惊 原来自己 麦克甚至小林所遭受的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毫无责任心的父亲 他无法原谅白发 虎哥奉命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抓住林肯 而与此同时 大刘也在搜寻林肯 置他于死地 很快 林肯被大刘围堵 为了保命 林肯故意吸引虎哥的注意 林肯重新又被关入监狱 受预警24小时的管控和监视 被老包割喉的长毛大难不死 还换了个清爽俐落的发型 现在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与老包握手言和 老包不相信长毛会洗心革面不济浅 但长毛态度谦卑 似乎真有诚心诚意 可老包不放心 文托起见又想搞一波长毛 被药哥制止 小白不堪忍受毛哥的侵犯 用刀片割了毛哥的老二 一旦毛哥从医务室回来 小白小命难保 善良的迈克决定拉小白上车 告诉了他越狱计划的始末 可急于活命的小白 却再次出卖了迈克 他将迈克的越狱计划告诉了虎哥 虎哥火速冲向预警休息室 凿开脆弱的水泥板 通向牢房的洞口 赫然出现在虎哥面前 19集到此为止 20集开始 虎哥终于发现了迈克的秘密 喜出望外之时 被躲在一旁的猫叔偷袭 打斗中 猫叔也被割伤了腹部 血流不止 猫叔将虎哥五花大绑 丢进了挖好的通道里 越狱计划被迫提前 虎哥被发现 这是时间问题 迈克开始着手安排 分配任务 长矛准备飞机 要哥到厨房偷过氧化青 用处为何 稍后揭晓 迈克不想再欺骗莎莎 承认了钥匙的事 将一切合盘拖出 莎莎意识到原来自己 只是迈克计划的一部分 他很伤心 再也无法信任迈克 迈克恳求莎莎 莎莎没有同意 而看似友善的长矛 却也心怀鬼胎 她拨通两个电话 一个通知飞机就绪 可飞机上只有三个座位 不是每个人都有票的 最后活下来的三个才有 另一个电话 她打给了小克 原来小克一直是 她安排在尼卡身边 监视和控制尼卡的卧底 她要挟持尼卡 逼迈克说出证人阿菲的下落 太机灵将要完工 典狱长对此心存感激 他夸赞迈克 是一个正派的年轻人 作为报答 他愿意答应迈克一个要求 迈克如愿见到了林肯 林肯向他讲述了 父亲的一切 迈克全然不敌 此刻的内心 只有自己的越狱大计 他向林肯交代了 今晚的计划 经历了之前的变故和迫害 林肯已然放弃 迈克不以为然 他一定可以做到 每个人都在为最后的一战 做着充分的准备 老包和长毛 拥有特殊气味的东西 撒满床铺 以逃脱警犬的侦查 迈克交给雷子 用过氧化金 漂白蓝色球服 这样他们穿过 全是白色球服的精神病驱使 便可安然无恙 要哥偷来的过氧化金 用处就在这 修筑好的太机灵突然塌陷 典狱长再次叫来了迈克 迈克坦言 是他带走了一块 关键的承重结构 典狱长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来说说监狱外 妮卡通过查找 光哥手机中的号码 确定无数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号码 都拨给一栋别墅 而这栋别墅 地处一个荒凉的小州 别墅的买主 正是林肯安的死者 副总统的弟弟 尼卡决定前往 小柯接到长毛指示 把枪口对准了尼卡 小柯要把尼卡带往何处呢 长毛所说 能活下来的三个人又是谁呢 通道中的虎哥会被发现吗 迈克的越狱计划最终能否成功 19到20集的故事到此结束 越狱第一季大结局即将来临 更多精彩 咱们下期继续 关注贬得微信公众号 BTCmovie 左下角私密频道 锁定越狱专栏更新 还有更多看一部少一部的高分神剧 等你解锁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参加了一分钟 有没有回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